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我是天晴 最近幾個星期,白宮爆料朝鮮向俄羅斯提供100多個集裝箱的軍事裝備和彈藥 用於烏克蘭戰爭來換取俄羅斯的先進武器和技術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10月19日主辦題目為《朝鮮與俄羅斯武器合作專題研討會》 會上,北韓人權委員會高級顧問貝穆德斯表示 他一直通過衛星觀察朝鮮與俄羅斯邊境過境點 我們一直在觀察土門江和卡桑過境點 卡桑在俄羅斯一側,我們多年來一直在關注這個點 大約一年半前,我們注意到一些不尋常的活動 而2022年11月,看到有一批武器由朝鮮運往俄羅斯 他說,我們實際上透過衛星圖像捕捉到這一點 我們在土門江火車站看到72截車廂 這是我們至今觀察到最多的一次 他還說,金正恩在俄羅斯與普京會面的時間 是在2022年9月 9月的第二個星期和第三個星期 那次會面似乎是與此有直接的關係 貝穆德斯表示,朝鮮已經盡可能隱藏自己的行動 當衛星不在該地區上空時 他們往往就會在數小時內完成部分運輸 他說,當我們在拍攝感興趣區域的極偏角度圖像時 我們就會發現他們 換句話說,只要我們不是從相對垂直的方向往下看 而是從一個極端的角度看 就能看到他們所做的事 當被問及到如何知道那些是軍事裝備時 貝穆德斯回答,那個不僅只是圖像 而是由人工智慧或信號智慧 或其他一些可能的資訊所支持的 並且,還有其他來源可以助證這些證據 貝穆德斯進一步表示,俄軍使用最多的是小型武器 火箭、迫擊炮、火箭炮等 這些都是朝鮮有能力大量生產的 北韓目前沒有能力大量生產尖端的武器 但他們確實有4至6個月的戰力儲備可使用 同時,他們可以增加小型武器的生產 從地雷到大型的火炮、火箭等各種武器 俄羅斯近期與朝鮮關係緊密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18天抵達平壤 19天會見金正恩 這次訪問是在金正恩與普京會面一個月後進行的 7月下旬,俄羅斯國防部長斯勒古訪問了平壤 宏觀諮詢合作夥伴、高級顧問蘇米特里表示 他們趕到了美國霸權、西方殖民主義 以及朝鮮與俄羅斯需要合作等 我認為這已經超出了關係變暖的範圍 因此非常令人擔憂 特里表示,我們知道朝鮮在尋求地對空飛彈、戰鬥機和裝甲車、技術彈道飛彈、衛星生產和其他先進技術 而俄羅斯的技術將可以加速朝鮮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 說到中東問題時,特里表示,朝鮮長期以來一直支持哈馬斯提供訓練和武器 在今日城時代就幫助過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我們最近看到韓國媒體談論哈馬斯所使用的武器很可能是由朝鮮生產 正在被哈馬斯使用的武器是通過伊朗和敘利亞等中間國家轉運過去的 特里還表示有韓國媒體報導 現在韓國官員正在談論朝鮮關係和巴爾戰爭時 顯然,韓國官員變得很緊張 擔心朝鮮政權會從哈馬斯最近對以色列的襲擊中 吸取經驗教訓,進一步挖掘韓國的弱點 當看到哈馬斯成功壓制以色列的 鐵工導彈防禦系統發射數千枚火箭彈時 我認為韓國也會去思考他們的導彈防禦系統的有效性 從目前世界格局來看 特里認為,就全球而言 我確實認為我們所看到的 在這個世界越來越分裂 西方和反西方集團的對抗 一方是由美國領導 另一方是由中國領導 反西方集團包括了俄羅斯、朝鮮、伊朗、 哈馬斯、真主黨、敘利亞等等 以色列和歐洲、南韓、日本、澳洲等 都是西方集團的一部分 作為反西方集團的成員 朝鮮和俄羅斯和伊朗之間亦會互相聯繫 然後和哈馬斯聯繫 他們之間存在著某種奇怪的聯繫 CSIS高級顧問、韓國研究主席 尼柏德表示贊同 他說,由中共召開的一帶一路會議綱結束 我們正在研究中共不斷擴大的影響力 可視我們甚至不知道這些影響力 是否被公開談論過 正如特里指出地說 這一切都是相關聯的 貝穆德斯介紹 朝鮮已經發射了很多近程飛彈 擁有越來越大射程的潛射彈道飛彈 最近還發射了潛射巡航飛彈 射程達到1,500至2,000公里 目前朝鮮潛艇所面臨的挑戰 是如何離開東海或日本海 至於洲製彈道飛彈 貝穆德斯認為朝鮮已經清楚地展示了製造射程 可以踏美國的洲製彈道飛彈的能力 但還沒有證明 洲製彈道飛彈的彈頭能夠飛行中被保存下來 他們的研發正處於突破階段 他強調 朝鮮最新潛水艇Hara Kim Kuna剛落水 是一艘經過改造的羅密歐級潛水艇 它上面安裝了一個陀峰 有4個大型飛彈發射管 和6個小型飛彈發射管 象徵著告訴我們 潛艇已經大大提高了效率了 貝穆德斯說 他們下一艘潛艇 可能是剛落水的那艘改進行 可能更隱避 能力更強 配備更強的導彈 可能在未來5年內落水 美國政府 估計他們可能會在2030年推出核動力潛艇 這是個巨大的挑戰 我們拭目以待 利伯德說 朝鮮可以用潛射彈道飛彈進行兩次打擊 這就是他們努力的方向 即使他沒辦法進入更廣闊的太平洋 但他仍然可以讓首爾、東京等地 大約5萬到8萬的美軍 加上韓國和日本的各種基礎設施面臨風險 貝穆德斯說 現在朝鮮可以輕鬆瞄準 沖繩島和關島 如果美國和菲律賓重建關係 他們就可以到達菲律賓 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重要事項 他們的想法是長遠的 利伯德認為 朝鮮在未來談判中設定的目標 是要與美國平等談判武器控制權核子計劃 以達到他們更廣泛的地緣政治和外交目標 特利表示認同 如果他們得到俄羅斯的幫助 速度就會加快 我們沒有能力來阻止他們 這只是個時間問題 最終當他們的核導彈計劃達到了目標時 他們就會說 你別無選擇 亡掉無核化談判罷 他們是通過朝鮮這個方向 努力來增加他們的影響力 貝穆德斯表示 這對美國你也說是一個大困境 他引用一位朝鮮專家的說話 我認為美國有外交戰略 但未有讓朝鮮坐在談判桌上 來實施外交戰略的戰略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吳香蓮報導 今次的《新識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月月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支持 等待什麼 請大家多多支持 那請多多支持 今次的《新識國聽新聞》 請大家多指點 請大家多支持 好多支持 我還好 請多多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